好那我們現在來挑戰101名的對手 帶的是那個丘比特 等一下這邊我一定要手動戰鬥 等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對手不知道為什麼都很聰明 他們都會先集火我們的奶媽 超級奇怪的 來這邊我們使用單體的 我用這個吸血好了好不好 吸血魔法 吸一波 然後呢 這邊選擇 寵物來護衛 護衛我們的 奶媽 我發現這個AI都很喜歡打我們的奶媽 超奇怪的 不過護衛好像有差啦有歐茲納克 OK這邊一拳是灌倒有沒有看到 OK這邊直接補了600 624滴超多的 哇彈起來啊小盾 小盾彈起來 再一次集火 OK我繼續吸這個吸奶媽 撐吸奶媽 繼續護衛我們的米雪兒 不知道為什麼AI都很會專打奶媽耶超奇怪的 好這時候我們只要再把他這個閩絲幹掉 一根應該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吸一波 哇補了404 好奶喔 打了800多 又補了404 繼續守護我們的輔助 補起來補起來 小盾 小盾血量補起來 OK應該這個閩絲快要撐不住了吧 哇他也知道先來打我的閩絲 這個電腦太聰明了吧 這個電腦怎麼可以那麼聰明 哇 OK現在把這米雪兒給他吸死掉 繼續守護我們的米雪兒 我們剩下一個奶媽了 一定要守好 一定要守好 OK看起來 有啊 有啊 哇有料啊 改變戰術的對手 打了1000滴有沒有看到 吸了1000滴 吸了1000滴然後又補了 先把這個誰幹掉好了 把他這個主角幹掉 不要不要不要可以可以撤銷嗎 可以 吸他的這個女角色 吸就肯定是 是要來吸我們的女角色啊對不對 來酷餵我們的閩絲 OK YES 補了有沒有看到 521滴 我們場上可是有三個奶媽啊 閩絲米雪兒還有小盾 不對四個奶媽 連我自己也會補啊對不對 連我自己也是會補血的啊 你看我這個血量 非常非常的舒服啊 非常非常安全 慶慶鬆鬆 哇打了1000滴 然後又吸了500滴的血量 一直吸一直爽 有沒有看到 超級奶媽陣容 4保1 極限4保1 沒有4保1 4保2 OK 哇我們就只割了這個不到1000塊 竟然可以 來到這個歷史最高排名 好像沒有 是當前排名 101 不過現在真的來 真的比較難爬了 現在進到要進到擺明這個 角色評分差不多都15000左右了 14000 15000 這個真的是 有點硬啊 有點硬啊 好 那我們現在呢 馬上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的夥伴是怎麼樣來搭配的 首先呢在這個遊戲當中 我們輸出的角色 最好呢 就是要金色的夥伴 因為金色的夥伴 他這個輸出打下去 這個傷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浮誇 就像我們的歐茲納克 會一拳下去 一個乾坤下去 也可以打到這個 1500啊 暴擊可以打到1500啊 就算沒有暴擊呢 也是可以打到1000左右的一個傷害 傷害非常非常的高 如果 能夠把他這個豬刃拔掉是最好 沒有辦法把他拔掉 他有時候放這豬刃還蠻爛的 主要是這個乾坤 哇打真的是超級超級痛 超級超級痛 好 那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除了我們要佩戴這個 金色的夥伴之外呢 這次我們只要去完成活動 就可以去獲得到了 去完成這個法蘭獻禮 然後 第一輪 第一輪只要差不多到70分吧 總積分到70分 我們就可以免費的去獲得到 歐茲納克這個夥伴 拿到直接上場 超級超級強 他的這個強度啊 跟我們這個愛露啊 是完全不同一個檔次的 好 那我們就直接取代這個愛露的位置 接下來呢 如果你有手除的話 手除就可以去獲得到這個 葛雷斯 那他是一個魔術師 群體打的這個傷害呢也是相當不錯 也是相當不錯 那我們只要去 手除好像任意金額吧 然後第三天呢 我們就可以去獲得到了 我這邊現在是看不到那個 手除的活動了 一定要上我們的歐茲納克嘛 那另外一個有手除就可以來上 用葛雷斯 那沒有的話呢也沒關係 阿伯教你們 嘿嘿 免費去獲得超強的夥伴 超強金色夥伴 那麼就是在PK場這裡 然後我們這個競技積分 千萬標滑掉 然後存到45800分 我們在這裡 就可以去買到一個金色的夥伴 好那我們如果有了兩個 金色的輸出之後呢 另外兩個就推薦可以來 來搭配我們的傳教室 剛剛大家應該有清楚的看到 就是說我們這個 奶媽的陣容 非常非常的強 那雙奶媽的陣容 我是認為說 因為這個場上 只要有少一個人 基本上呢都差蠻多的 那我們上雙奶媽 就是盡量 讓我們的場上 維持在滿人的一個狀態 就算有人死掉 我們也可以把他給拉起來 然後 去創造出這個 多打少的一個局面 才有機會呢 去越戰這個比較高戰力的玩家 除此之外呢 我們的符文裝配上面 也會比較省一點 例如說像我們的這個打手輸出 都需要裝到這些攻擊的符文 那本身呢 是比較難去抽到的 所以說基本上 一個 角色 把他全部塞滿 就差不多了 有沒有看到這個全部 塞得滿滿的攻擊 所以打出來這個傷害 特別特別痛 然後在符文2這邊呢 就是全部塞敏捷 因為 需要這個命中率 命中率真的非常重要 對於這個 就是物理系的職業 那 像我這邊呢 不夠了 沒關係 那我們就給他塞這個生命 那能塞敏捷的話呢 我們就盡量 全部都塞敏捷 那我這邊呢 就是玩極限的 歐茲納克 畢竟他那個乾坤 打下去爆擊出來 哇 打到1000多 2000 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那因為我們的這個符文呢 大部分都是用抽的 所以說我們沒辦法去決定說我們會獲得到什麼樣的符文 所以在陣容當中呢 我們就可以去搭配一個魔法師 那他就可以負責呢 來穿我們這個加魔弓的一些符文 這樣就可以讓我們的這個符文 的效益發揮到最大 那為什麼要配上兩個奶媽呢 因為奶媽基本上裝什麼都可以 然後也會有一個 很大的功用 很大的一個存在 很大的一個價值 所以說 我們就是把所有的符文 能夠的話就集中在這兩個主力身上 一個物理打手 一個法系打手 然後呢 傳教士的部分 我們基本上就是 給他一些什麼防禦啊 生命 因為通常都會是對手集火的一個對象 至於說呢 多出來我們用不到的這個符文呢 我們就可以來這邊 符文背包這邊來做一個分解 像這個 我們目前沒有咒寵嘛 咒的夥伴 所以說我們就留五個 基本上留五個 到時候想要換的話都會有這個資源 好像我這個一級敏捷有夠多 有夠多的賣 稍微賣掉一點 稍微賣掉一點 然後還有什麼 哇我一級生命也這麼多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那他賣掉的話呢 就是賣半價 就是賣半價 那這邊呢 我們 可以來做個替換 帶生命就OK啦 生命加26 非常非常的坦克 坦克陣容 當然你要帶敏捷也是可以啊 帶敏捷也是可以 那如果你有多餘的敏捷的話來給我們的傳教士帶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一個選擇喔 最後呢在這個符文背包這裡 我們可以來去把我們用不到的符文給拆掉 然後就可以去獲得到符文碎片 就可以再去抽我們更多的這個符文 像我這邊抽到好多這個金色的 可是 金色的都有限角色 先留著好了先不要亂拆 金色畢竟我們要獲得到的這個 難度是比較高嘛 好這邊我們生命超級超級多 差不多給他拆掉10個吧 分解10個 然後留10個 再來這邊 控制的留5個差不多 抗混亂也是蠻重要的 然後遺忘跟石化這些就 就比較還好就比較還好 好再來 我們現在整個 陣容當中呢 是比較缺這個2級的符文啦 比較缺2級的 2級的非常缺 對不對很多的這個角色 2級的都還是空的 所以呢我們就先來抽2級的這個符文 來 各位觀眾 氣 再來 來 抽到了兩個加生命的 哇又是抽到這個抗混亂的 這個已經很多了好不好 這個已經很多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又抽到兩個加攻擊的 但是這個加攻擊的我們先留著 搞不好以後呢 想要變成那個 雙物理的這個陣容嘛 對不對 然後 符文的部分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血量給裝上去 哎唷不錯喔 抽到這個血量很香喔 我們就是整隊都是彈的一個陣容 第一時間呢 對手秒不掉我們 那我們先讓對手撿圓的話 我覺得整體表現還算蠻不錯的 還算蠻不錯的 那像我這邊都傾向帶這個防禦 因為 其實很大一部分時間呢 我們都是在 幫隊友復活 在幫隊友復活 所以說我覺得 防禦呢 是比較 比較萬用一點 比較萬用 好在這邊好像 好像 沒有符文可以用了 要再來拆嗎 好想拆這個金色的喔 哇這個 抗昏碎的也太多了吧 拆掉5個 拿到了125個碎片 抗石化 近抽這一些 超級多的這個 這也是125 二級也是125 沒有剛剛那是一級的 剛剛那是一級的 我們來看一下 那現在呢 差不多就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再抽一個 二級的好貴喔 又是這個 那我現在覺得呢 抗混亂是最好用的 比較 萬用的一個 屬性 抗混亂 來 給他裝上來 抗混亂 尤其是我們的物理 物理打手 抗混亂一定要給他 裝好裝滿 不然 被人家打到 被人家混亂到 跑去打隊友 真的會很傻眼 會超級傻眼 所以我們這個 抗混亂的部分呢 優先的 來給我們的物理輸出來帶 好不好 那抗遺忘也是蠻重要的 再來其他的話呢 就比較還好一點 就比較還好 像昏睡的話 我認為就 稍微比較還好一點 OK 大致上呢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現在這個夥伴的強度啊 有時候比那個路人還要強 所以有時候我都帶著夥伴 直接去 K 組兩個鏡像 然後 然後就可以去結那個 組隊的 陣容 然後帶著夥伴 都比較強 比那個鏡像還要強 好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影片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 希望啊 對大家會有幫助 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呢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板提問 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阿貝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這隻還是便宜買到的 哈哈哈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